民众漏夜排队 为的就是要抢购加州禁令解除后的第一批娱乐用大麻 IW3 为了大麻合法贩售开心剪彩 加州在元旦这天写下历史新页 开设第一间大麻零售店 成人最多可以购买一盎司的大麻 奥克兰的港湾健康中心是加州最大的大麻药房之一 他的创办人常年推动大麻贩售合法化 如今目标真的实现 他形容这一刻的心情苦乐参半 感觉很好 同时有点甜蜜 这不应该这么长 目前旧金山湾区和圣库鲁斯总共有近50间药局获准贩售娱乐用大麻 此外加州也已经合法约20张大麻种植执照和22张生产执照 事实上加州早在2016年11月64号提案通过后就开始合法使用大麻 但一直到昨天贩售大麻才真正合法化 市场商之一预计可达50亿至70亿美元 要合法经营的话 企业仍然必须遵守所在郡县市政定定的法规 然而全州各地法规差异极大 对于门市能开在哪里 要求何种标示和保全措施 以及每个市政能有多少大麻业者也各不相同 目前除了加州之外 美国另有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 皆采用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的宽容法律 以上是新闻时时报的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